不原创啊 没有任何写作基础 我们如何做自媒体 我一直认为 现在我们做自媒体的一些人 对自媒体有一个误区 自媒体就是自我表达 自我表达 自我记录 自我总结 自我学习 那么为什么农村的阿姨 没有文凭 还在农村 她能够做好自媒体呢 是因为她什么也不想 她知道 想也没用 那么呢 她只是做好了自己 她就成了 每天记录自己的生活 每天记录自己的生活状态 每天发个视频 我就是这样的呀 我就是在农村呀 然后每天的展示自己 这就是自媒体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发现如果自媒体 真的是专业人士才能干的话 那么我们的记者 律师 财团 那些报社的 总编 财经频道的那些专业人士 是不是粉丝 都得是上百万 但恰恰相反 所以我们一直讲啊 自媒体专业的人 干不了自媒体 只有那些 不是专业的人 才能够做专业的自媒体 为什么 打个比方 某某专业杂志社的主编 来写我们这个今日头条 能写好吗 写不好 没人看 对不对 能够看专业的人 那就是 就是这几个 比如说我看专业 那我也不会关注他 为啥 因为他写的专业 跟我的观点可能还不同 还有一点 我也是很专业的 所以专业的人 未必关注专业 除非你是一个权威发布者 权威信息的发布者 对吧 那么非专业的人呢 什么 你写的东西 我看不懂 不好玩 没兴趣 跟我没有关系 不娱乐 不大众 是吧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他很冷 他冷冰冰的 你会发现 越专业的人 他越冷冰冰的 冷冰冰的就不适合社交 所以的话呢 有很多人问我说 我不会写文章 我不专业 我能够做好自媒体 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那么如何寻找自己的 自媒体的这样一方向呢 我认为就三个词 第一个词 好玩有兴趣 比如说你旅游 你会发现 很多很多小女孩 小男孩 然后旅游 然后拿个直播杆 拍 好多好多粉丝 对吧 好玩有兴趣 比如说 某某山区的一个小女孩 专门发自己在竹林 酿酒的那种小视频 为什么 你有价值吗 你也不知道 你也许不到 它什么价值 好玩有兴趣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可爱很天真 除了好玩有兴趣之外 还有可爱很天真 比如你可以很多很多人 发一些羊丛物的一些小视频 你为什么喜欢 可爱 为什么喜欢那些孩子 宝妈们拍那些东西 可爱 为什么喜欢很多很多宝妈 闺蜜们在一起 扯淡的一些小视频 可爱 可爱很天真 傻傻的 那还有第三种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价值当中有点小技巧 像洪帮主讲这个创业教育 讲商业模式 你们听吗 不听的 如果有一万个人 只能有一个人 或几个人听 百分万分之极 对不对 所以这种粉丝成本 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今天要说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叫养猪的小技巧 我相信中国有几亿人民 他都会愿意听 种玉米的技巧 对不对 花卉技巧 所以价值不是真正的专业权威 而是小技巧 小偏方 小窍门 你会发现杭州有个大妈 他每天给他姑娘做这个营养餐 这个分享的是什么 是营养和养生吗 不是的 是什么呢 是生活小技巧 是如何来做一些美食的小技巧 他不是个美食家 也不是个养生家 所以大家记住我这句话 没有文化 才能干好自媒体 不专业才是大众的 自媒体就是人人都是自媒体 得大众者 得天下 然后呢 就按这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叫做什么呀 叫做 有趣的 好玩的 第二个方向叫做什么 天真的 可爱的 第三个方向叫 有点价值 小窍门 我是孙红河 每天都给大家分享一点点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 谢谢 我 如果 我